再來 這種是比較溫柔婉約的 這種就是一味的一直順從 順從的話 如果碰到很好的男孩子 其實他也是會把家庭經營得很好的 就是說他的總格或地格裡面 有碰到20話 29話 38話 56話 像莉莉姐就是38話 你地格是38 順從 可是你會對他很好 可是到後來給我的答案 我說我做什麼了 你就是太順從 他給我的答案是我太強勢了 沒有 你是太強勢 強勢那是因為你59話 你有強勢的格局 但是你是 但是你是在某方面 你會比較強一點 但是你對 因為你的38是鬧在地格 地格是夫妻宮 你還是很順從 不然你不會大老遠一直往泥山跑 跑30年不簡單 你如果聽到你泥 那一朵都腳軟 手軟 這個就是溫柔婉約的一面 所以這種其實 他也是很懂得經營環境 經營他的是婚姻 只是說可惜 現在碰到整個大環境不好 就是說現在的年輕的 有一些可能道德觀比較不夠 有一些男人 當然你們據少離多 難免有時候他也會需要 有人陪伴的時候 他自己會迷失 他可以隨時下來 是因為這樣子 那是因為環境造成 不然的話以你的格局的話 以你的格局 其實能夠經營30年 你已經算很厲害 不簡單 原水救不了進火 所以是我的錯囉 如果你們是住在一起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婚姻 經營得非常好 那可惜你們的環境的關係 這個還有官雞 可以煮東西 每個人 這個是非常好的 小孩顧得很好 雲流 還有那種風味也很讚 你是不是很奇怪 這種其實男人都很喜歡這種的 男人都非常喜歡這種溫柔婉約的 只可惜你們的環境是分開的 如果住在一起的話會很好 至少女人 謝謝 不只要這個 彩樺說你身邊也有朋友 也是什麼 放下婚姻之後 可能現在過得很開心的歡樂 就是其實他也是一個藝人 像唱歌那樣嗎 車站那樣嗎 不是 我不是 喔 妳說車站 很多人都知道 飛車衣 憲哥的車站 山頭 沒有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夫妻之間 如果真的是沒有辦法相處 我還是覺得不要硬要 勉強 勉強在一起 那太痛苦了 我覺得試著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冷靜一下 或者大家先離婚之後 然後各去再 先離婚之後再結婚嗎 有啊 有啦 敵姐跟姐夫 孫鵬就是這樣啊 他們那時候個性不合 就是我們就是離婚啊 可是他們到最後 他們還是選擇 我還是最愛敵姐 我還是最愛孫鵬姐夫啊 是 他們最愛的還是對方 只是稍微個性改變之後 他們現在恩愛的不得了 這樣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當時你沒有辦法 真的相處的話 我覺得還是先冷靜一下好了 可能各自 搞不好你的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他的下一個女人也會更好 那這樣就隨緣 我覺得人生 我是非常相信因果跟緣分的 那我那個朋友是這樣 他就是那時候 就是要結婚的時候我就先 因為我覺得 這個男的可能比較不適合他 然後他也覺得 這個男生一天到晚怎樣怎樣 就講給我們聽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不要在一起 他也說好 然後到最後他們就結婚了 然後就懷孕了這樣子 然後就生了小孩 可是到最後沒有半年 就又離婚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你當初我已經 我跟我的女兒幫你考慮到這樣 說你不要嫁 你也是要嫁 現在嫁下去 又離婚 離婚好了 那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 他們現在反而離婚得更好 他現在事業更好 然後呢 錢賺得更多 然後過得更快樂 更有機會 就更自在 更自在 獨立 對 因為有時候是 你當下那個點 你轉不過來 你就是轉不過來 而且我覺得 我父 男的母親那是稍稍稍稍 那個孽緣就是孽緣 對 牽著的 那個時候要剪掉 就是要把你剪掉 到時候再來 氣變化有沒有 我沒了就沒了 我外面有 第三層的第三層 之後再再來剪 其實 都是有環環相扣 都有那種緣分在 對啊 所以現在我爺爺 我跟你說 真好的太太 真會有探子 真的 趕快想說 趕快跟他介紹一下 所以我爺爺的肌 他沒什麼怕怕 他沒有任何的條件 你只要是男的 再好 喂 這樣 不條件啦 欸 但是一定要真心的對他 要會疼他 然後你幾歲都沒有關係 阿叔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什麼錢有了 對啊 有追求者不是嗎 真的 誰啊 沒有嗎 不是很多追求者 我怎麼都不知道 有很多追求者 這條我怎麼都不知道 在哪裡 幾歲了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嗎 那是在說的 你不要跟他介紹一下 不是啦 上網搜尋 真的有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 報紙都登出來了 有人在追求 但是他還沒有接受 我都不覺得有人追求我 你這次還會選擇阿里山 或者是別的山頭的農友 我真的不要了 我跟你說真的啦 他選擇是什麼山 你知道嗎 枕頭山 不是啦 我現在之前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追求者 你們竟然有知道 沒有啊 沒有啊 奇怪耶 那你會抗拒嗎 幹嘛要抗拒 為什麼要抗拒 OK 他各方面都很正常啊 竟成點頭點頭 他要幫我介紹男朋友 對啊 當然啊 如果 適合對象我們馬上介紹 真的再找不到 我就介紹我爸爸對不對 爸爸就很老耶 你看他媽媽 你怎麼看我 你叫媽媽 你叫他 我平常現在 我都叫媽媽耶 對啊 是啦 叫我 這把我媽媽耶 你把他幾歲 我們把他刺著刺 你叫媽媽 我一說如果有需要 不會處理的時候 你自己看得這麼不安靜 說我不會出去 真是讚的啦 我跟你講 真的有心有需要 男朋友卡這塊鏡頭 有需要 我尷尬 我覺得麗姐 妳有在等 有一天妳老公在打電話給妳 沒有 我沒有期待 我沒有期待 我不騙妳 我現在真的不想看到他 也不想聽到他的聲音 前幾天 但他如果打一個電話來 他說了一番感人的 不會 我絕對不會聽 前幾天啊 他下來 可能去辦一些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然後順道來看兩個小孩 我女兒沒有下去 我兒子下去 你知道 我兒子要下去見他的時候 打電話跟他說他要下去了 結果下去五分鐘 我兒子打電話 媽媽 爸爸手機幾號 我說你不是去找爸爸 不知道啊 我沒有看到爸爸 你就會覺得 你 你兒子都已經告訴你 他要下去了 那你在哪裡等 你也不會下車來入口 看一下你的兒子 五分鐘還沒有看到人 你也不下來照 然後再來 他去了 我正好請摩托車出去 我就看著他們父子 馬路在這邊 他車子停這樣子 他沒有在這一邊講話 也沒有叫他兒子上去車上講話 竟然在司機開門 這邊車子這樣子在過 他兩個父子站在那邊講話 我心裡想 今天萬一我兒子 一個摩托車這樣 不小心這樣子來 怎麼辦 可是我又不想打電話給他 也不想過去看到他 所以我沒講 等到我兒子回來我才說 你跟爸爸說話 為什麼不到另外一邊的路口去 也不上 到車上去 你知道我兒子怎麼回我 幹嘛上他的車啊 其實我發現我兒子女兒 並不是那麼喜歡他爸爸下來 就是他們會覺得 讓我覺得他只是 不要讓爸爸說沒面子說 你爸爸來他沒參與 就是要忘掉 就是要找一個新婉嗎 快點啊 叫你趕快 你趕快 我就有在說了 電視機 面前的觀眾朋友 你如果沒有前一次分身 對 來 都可以喔 都可以喔 好 來喔 李彥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視頻的占卜 好 來讚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在哪一方面春風得意 對 大家都很渴望春風得意 我們來看未來哪一方面 未來一個月 哪一方面會春風得意 好 我們題目就是呢 你要參加一個大型的頒獎典禮 或是任何大型的聚會 金馬獎 金鐘獎 砍身 影展之類的 你呢 要加一樣飾品在身上 那你會選擇哪一樣呢 第一個 你會換上超高跟的 金色高跟鞋 很閃亮 第二個呢 你會用一個黑色方形的太陽眼鏡 遮住 感覺巨星的架式 第三個呢 你會加上粉紅色亮片的寬腰帶 閃亮亮的 或者是咖啡色系羽毛的耳環 或者是你會選擇紅色 大的花朵的髮枯 平直覺 我會覺得想要那個 粉紅色的那個 那個換腰帶 扭感 那我那個超高跟金什麼 超高跟金色高跟鞋 我們男生好像只有太陽眼鏡可以 對啊 巨星架式嗎 金色的高跟鞋 對 讀音樂 大花朵髮枯 有特色 他加的是夏威夷影展 夏威夷色羽毛耳環